只要打竹鞋盃我们想也是不能走到最后 中超联赛那场输给关也很遗憾 我们的联赛表现不够完美 最终渐渐获得了联赛第五的成绩 所以我们来说竹鞋盃打到这个份上的话 我们唯一目标就只有是夺冠军了 如果拿到冠军呢 也算是对我们今年的有所回报吧 再次祝贺神东湖的赛战 那么今天取得胜利 可以说是这一年来所有的回报吧 那么这个荣誉也属于整个山东人民们 希望某个俱乐部能够继续发展 能够带上辉煌吧 11月10日 山东鲁能正式结束了2020年中超联赛征程 并在期间完成了足鞋盃的第一轮比赛 4比0轻松战胜大连人 联赛获得第五名 山东鲁能并不满足这一成绩 他们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到了足鞋盃的最高领奖台 赢下比赛把过程还有最后的结果都做到最完美 在整个赛季是我们觉得会有一点点的不幸运 因为是包括对北京国安的两场比赛 虽然我们最后是没有继续走下去 但是稍微缺少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然后我们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的来结束了联赛 看看能不能在赛赛这边足鞋盃这边能够更进一步 能打下了 由于亚冠联赛和足鞋盃比赛日程冲突 广州恒大 北京国安 上海上岗等强队 只派出了二线队员参加 因此在足鞋盃第二轮比赛开赛之初 山东鲁能也被外界一致认为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所有外界都觉得冠军已经是我们了 但是足球不是这样的 足球的魅力就在于这种以落胜强的这种 非常大的偶然性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来说的话 比赛还没开始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训练上 放在备战上 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好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这种出院而言吧 其实很不喜欢这种外界 特别看好我们这种声音 因为这种无形带来给我们这种 会有一些压力吧 但这个压力 比赛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我们也是 只要打这个足球杯 我们想的最后 也是不能走到最后 第二轮比赛 山东鲁能被分在了长洲赛区 对手是今年的中甲亚军 浙江能源绿程 比赛也正如大家所料 山东鲁能以2比0轻松取胜 我们恭喜山东鲁能泰山队 他们在今年足鞋杯第二阶段的 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是2比0击败了浙江能源绿程 感谢队员获得这个胜利 那么下一场对福利 争取把比赛打好 在轻松晋级八强后的第二天 山东鲁能便乘坐大巴 抵达了苏州赛区 继续他们的争取 我们也知道山东鲁能这个对手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熟悉 在联赛里面也是跟对手 有过两次交手 两场比赛我们都没有取胜 山东鲁能在第32分钟 就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 下半场比赛 佩莱 浩俊敏 格德斯等人 也相继被换下 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 比分仍是2比0 但足球就是这样 不到最后哨想的一刻 我们永远不知道结局如何 看看这个点给过来 进去里面投球攻门 球进了 这边日服科维奇是扳回一城 这边给回来 看看外面第二阶段 输 这是什么情况 球进了 我天哪 两分钟之内广州福利连追两球 有点低尿的左脚重套 最后两分钟被进了两个球 其实在我提了这么多年比赛 也是特别少见的吧 其实脑子里有一点 当时也有一点 有点懵了吧 当时作为我们来说的话 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沮丧的 我只是在想告诉他们 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不要再管那两个丢球 不要再想别的 不要再抱怨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点球上 放在点球上做好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点球大战正式开始 在前四轮中双方都稳稳发进 第五轮率先出场的山东队队员刘洋 也顺利将球打进 此刻压力全部来到了 广州福利队队长唐淼的身上 在唐淼点球被韩荣泽扑出之后 山东队的队员并没有围在一起庆祝 这场迟来的胜利 无奈 错愕 惊吓 惊喜 卸在每一个队员的脸上 就像那句熟悉的台词说的一样 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太快 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个比赛也提醒到我们 就是注意力要从第一分钟 就是直到裁判吹响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刻的时候 他能防止那个警惕 就是注意力要百分之百的击中 不是接待被对方接了两个 那么可能在思想上 我们稍微有点松懈 那么接下来以后 我们会在这几天 那么把这个思想工作做好 这场过山车式的 甜蜜 辟 well 也很 Corey 那个 其实 敏 小 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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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全华班的江苏苏宁 队长无锡有阴伤未能首发出场 山东鲁能依然选择了 菲莱尼 佩莱 格德斯 莫伊赛斯 四名外员同时首发 足以看出他们对冠军的渴望 赛前热身时 晕倒而来的球迷的呐喊神 助威声此起彼伏 也让这场比赛的气氛 通脱至高点 比赛正式开始 但过程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般轻松 虽然屡次创造出机会 但山东队均未能取得得分 上半场结束前 佩莱的一个推射也稍稍偏出力柱 而队长薅俊也因伤被换下 吴兴涵下半场替补登场 一边再战不久 局势发生了转变 王统在右路连续内切后 以一角世界波为山东队战得先机 这一进球也点燃了现场球迷们的热情 队员们顺势而下 在76分钟时 由莫伊赛斯开出定位球 门前送龙将球打尽 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中场哨声详细的一刻 所有的队员 教练员 工作人员相拥庆祝 这一个冠军 他们等了六年之久 他们也成功做到了 事不过三的群人 我觉得这个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我们这些所有的足球人 都非常不容易 这一年也终于结束了 我们也最后获得了这个冠军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赛季 在经历了联赛中的争议判罚 主教练的更替后 山东鲁农队的队员们 依旧战斗到了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并如愿登上了最高领奖牌 拿到下赛季亚冠的参赛资格 颁奖典礼后的合影团结 黄大雷身穿着33号精进道的球衣 刘彬彬手中举起13号张持的球衣 全队与受伤未能前来的两位队友 一起分享冠军的喜悦 当浩俊敏铺起奖杯 与远征军一起庆祝的时候 这一刻可能对于看开的球迷来说 雪白感焦急 在球队捧杯时刻 却要送走小旅四年半的工薰卖员 黑朗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 我们到最后的季节 为了所有的时间 所以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 从球队到球队 然而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有欢笑 也有悲伤 数年光阴 逆缓而过 我们中将赢了 大跌的时刻 再见 佩莱 再见 2020